大家好,這次我第一次用廣東話做我的影片 原因是介紹我們這個香港的Seacation 雲頂夢號的郵輪 我想大家在YouTube也看到很多其他影片 是關於這個雲頂夢號的 為什麼我會再拍一個呢? 原因就是在他們本身的網站 都沒有任何一張照片 是關於皇宮豪華套房 Palace De La Suite 的照片 亦都在網上找不到任何影片 是關於這一種的套房 我在預約的時候也是 撞一下彩 看看會不會OK 發現原來真的挺漂亮的 所以想讓大家看一看 等你幫助預約的時候 容易點選擇 這個皇家豪華套房 主要在每一層的船頭有兩間房 船尾有兩間房 根據官方網頁寫 大概是41至67平方米 我自己會上網找到他們的Floor Plan 看了其實如果在船尾的話 那間房會比較大 相信就是67平方米的那間 所以我自己都選擇了一個船尾的一套房 房碼是12786 那間房分有一個客廳 有一個睡房 還有一個很大的浴室 有一個很大的亮點 就是因為這個房間是在船尾最後的 我們在洗澡的時候 無論你洗澡或者浸浴的話 都有一個無敵大海景在你前面 另外想賺一賺她的床褲 非常之舒服 如果看我其他影片的朋友 都會知道我對蟲的要求 這張床褲比其他五星級酒店更好 而枕頭的質素都非常好 兩晚都睡得非常舒服 這裡的客廳 Mini Bar裡所有的飲品和食物都是免費的 這間房最大的賣點 就是這個無敵大海景的露台 我可以看過其他房間的露台 老實說大概是這個十分之一左右大小 你看到這裡大到可以放到一張梳化 再兩張太陽的露台 然後你的景觀 是大到差不多接近180度 看到整個海景 還有每天在不同的時間 你會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風景 例如出到大海的時候 現在看到這裡 出到大海的時候 是無遮無掩 一望無際 南天碧海 非常舒服的一個環境 你坐在這裡曬太陽 喝一下東西都非常舒服 另一個亮點當然就是看日落 之前都去過很多地方去看日落 但這個 因為真的在船尾最後的地方 是沒有東西阻擋著你的 真的我見過最美的日落之一 這個雲頂夢號 分為普通房和皇宮套房 如果你套房客的話 有很多的優惠 是有一個特定的 特定的 Lounge 然後你進去 做Security Check 的時候有一個特定的地方 現在你見到這個 是單是 套房客的泳池 相比外邊的遊泳池 人會少很多 還有曬太陽的椅子 會舒服很多 還有剛才看到很美的Cabana 是很好的 而食物方面 如果你是普通房的話 他每天只包你早晚三餐 而要在指定的兩間自助餐餐廳吃飯 而套房的客人 你每天可以在每間的特色餐廳 吃午餐和晚餐 而全日任何時間 可以來到現在 你見到這間的皇宮餐廳 是吃東西的 他會有早餐、午餐、 下午茶、晚餐和宵夜 就算你在其他的餐廳 在特色餐廳吃完東西 都還未飽了 你都可以再去 剛才那間的皇宮餐廳 去吃多餐 現在見到就是那些特色餐廳 剛才有一間中菜廳 現在見到這個就是鐵板餐 和這間的扒房 這兩間的餐廳 特別多人預約 所以記得一上船的時候 和你不律 就要預約了它 而這間星夢餐廳 就是普通客房的客人 他們吃飯的地方 套房的客人 都有自己一個健身中心 但是比較小一點 而這就是普通客房的游泳池 如果相比起剛才 在皇宮套房的游泳池 你會見到太陽燈 有沒有那麼舒服 人會比較多一點 其實船上也有很多東西玩 大人、小朋友都會照顧得到 比如現在見到這個水上樂園 這個也挺適合小孩子玩的 而大人也有這些滑水梯 我想相比在海人公園開的水上樂園 都不會信息太多 我自己也有玩過所有的 都挺刺激的 如果不喜歡玩水的朋友 也有其他人玩的 這個米利哥爾夫 也有一個城網陣 這個要及早要預約 我看到有很多人排隊 我自己就沒有玩過這個 它有一個Zip Line 都看你上來 都挺刺激的 另外還有一個攀石場 是一個很大的中俗運動場 有籃球 也都每天有很多活動 現在見到這個叫沙灘派對俱樂部 它首先是一間的 Disco 外面就是一個露天的電影院 這個就是大眾的健身中心 也挺大的 船上的娛樂戰都非常精彩 記住看一場show 在操績 入場 這裡 是 非常乾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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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